國慶藍營這些人的這種 陳其邁的質疑 拿這個韓國瑜 之前出的事情來質疑陳其邁 這叫回力槍 回力鏢 回力鏢是丟出去之後 射到自己 你這反而就是凸顯的 韓國瑜都不稱職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蔡振元我對他平常是不太不認同 但他今天講這個話 我覺得我很認同就是敗血 敗血創傷症候群 就還在質疑這個做票 連蔡振元都說 我們國民黨 其實我們知道開票 國民黨也有派人去簽票 怎麼可能做票 但是我們昨天看到說 有一個那個說一個 臺南市的一位 五十多歲的理性男子 說要殺掉這個 被抓到了 他那時候不是臉書上 有一個照片嗎 刺青 很壯 很兇猛 只有五十歲 結果五十歲 昨天看到 你不要加多 只有五十歲 看起來 姓李 還帶一個 常常行動不太方便 然後拿拐杖 根本當初那個猛樣 凶猛的樣子完全都不見 就是一個很虛弱的樣子 就是表示什麼 虛有其表 表面上外強中肝 就我覺得這也某種看出來 寒粉特質 看起來很兇 不得了 要去燒 要變成什麼恐怖團 這樣可以看出寒粉的特質 當然 就看起來寒粉 就是這樣子 看起來很壯大 事實上是 還是被抓到的時候 故意裝成這樣 那個當然他是什麼底 我覺得警方抓到他之後 對他精神狀態 血液 尿液 大概都會做檢查 那個等警方報告出來 他做得不正當的事 他在上面告訴大家 要用重武裝去攻進高雄市政府 殺幾個官員 讓大家怕 讓民進黨怕 對 我比較詫異的是 在裡面沒有人去 呵斥他 阻止他 也就是 寒粉之間 對這種言行習以為常 然後再更擴大一點 當有人認為要跟寒流 或者寒粉要做檢討的時候 被圍攻到不敢出聲 一天就縮起來 還是立法委員林維中 也就是說 這種不正常事情 在檢討的空間 在國民黨裡面沒有 那第二個 因為馬上就要開議了 我知道做一個國民黨的議員 後來看你的節目 都東看西看 我們做一個 高雄市民的議員 正常就好 韓國瑜那個不正常 我們也不要計較了 但如果你表現的是 比方說以小學堂來講 你問的是大家 問這個 如果不知道 這個市長都說 但如果問到 讓人家覺得 你這個太狠 這樣刁難 這兩面刃 問得不好 大家都要改選 不是只有市長要改選 高雄市民今天就在看 好 來 剛剛這個范老師有談到 國民黨前副秘書長蔡正元 今天在臉書發文說 很多朋友到現在一直難以走出 2020敗選的創傷 他呼籲藍零走出敗選的創傷吧 他說走不出創傷 就沒有辦法冷靜面對現實 沒有辦法客觀檢視敗選的因素 也沒有辦法思考未來的挑戰 還會陷入敗選創傷症候群 蔡正元說 這些症候群最明顯的症狀 就是把敗選的原因歸咎於坐票 一味的自我認定 韓國瑜沒有輸 積極的找尋各種坐票的證據 來撫慰自己的敗選創傷 但是他要明白的告訴這些朋友 2020韓國瑜輸了 而且輸不少 原因是輸掉了中間跟年輕選民 背景原因是香港反送中暴動 所煽動起來的反中跟去中現象 不是坐票 高雄市的選戶也是由韓國瑜的親信 陳雄文副市長負責 他也沒有發現有坐票的證據 台北市的選戶是柯文哲負責 柯文哲若有發現坐票 他會到處讓讓的 最後各地選舉開票結果 也與中選會公布的數字相符 明鳳這應該是你第一遍 這麼贊成蔡政元吧 我好驚訝 這些被盜帳號了 竟然是出自於蔡政元的嘴巴裡頭 講出來的 那跟以前 所以以前你叫他記職務嗎 對 請問帳號真的是他的嗎 有沒有背後 我真的提 文委員提醒了我們 其實我覺得蔡政元講這個話 是非常非常正確的 他只是講錯一個 他說香港是什麼暴動 他又把香港那種叫做暴動 那顯然這個錯了 是錯了這一點 那我覺得他檢討的東西是對的 但是他要進一步講 現在當時 20201月到時總統代算 對 韓國瑜輸那麼多 他現在還在講說你們要接受吧 對 那些 年過七五月了 七五月了 那些就是因為很多韓粉 在這個高雄市長補選之後 又開始要什麼歌賣 又什麼開始又講座票 什麼所以他才又出來講這個 但是他抓到了這個 整個這個就是韓粉的這個心 我就覺得他應該被韓粉攻擊 如果這樣的話就太不公平了 對林維州來講 又太不公平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是真的 好像敲醒了這個大家的頭 可是問一次 蔡政元的個性跟風格 他真的可以清醒嗎 他覺得這個香港暴動 他可以用正確態度去面對 香港暴動及未來美中台的關係嗎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的一個大迷思 我覺得他相對也在講韓粉 你們實在是太太不成面對現實 你們太激動了 對啊 就是說韓粉 太不理性了 對 就韓粉就是一股腦 然後這個輸完之後 還要去有一些暴力的行為 可是我也很懷疑說 蔡政元寫這篇之後 他自己可以很正確地面對 國民黨的這個敗選的原因嗎 那你覺得 你覺得陳其邁現在剛去接高雄市長 會有什麼狀況意外嗎 沒有什麼意外 他就太早起了 對不對 他以前在行政院上班多辛苦啊 蘇珊昌院長是一個很嚴厲的人 而且他年紀比較大 睡不著覺 幾點就要開會了 不是 跟年紀沒關係 他年輕的時候就這樣子 幾點就要開會了 對不對 那你做副院 對 你做副院長的人 你敢比他晚到嗎 你看喔 有沒有認真睡覺 這個侯友宜今天竟然這樣講 侯友宜說九二共識應該修正 改改就改啊 要符合主流民意啊 這當然意思是要改呢 對 這個是侯友宜 這對侯友宜來講非常難得 因為侯友宜一向是說我以市政為重 對 然後但是這次高雄補選之後 他連續表了兩次態 重要的態 一個是支持江啟臣繼續做主席 一個就是九二共識要改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是說這個侯友宜 這樣的一個表態 的確對於國民黨內部 會有非常大的一個波蘭 波蘭在這個興起 他主張九二共識該改就改 他就是聲援朱立倫 對 朱立倫在去年七月天下雜誌 訪問就說要改 後來江啟 你這聲援江啟臣 江啟臣這只差沒有罵馬英九而已 這個會在九月初 會引爆一件事情 因為江啟臣會接這個主席 九月六號全代人會 江啟臣會來接這個主席 就是一堆年輕黨員不滿 要求國民黨要修正對中國的路線 九二共識的論述 後來江啟臣只不過講一個說 九二共識已經是個歷史性的文件 被馬英九連戰這些人轟到縮回去 還去紅袖柱的直播節目 喊中國人這樣子 所以如果連第一大諸侯侯友宜講 九二共識該改就改 這個其實才是他們敗選檢討裡面的重要課題 那朱立倫去年講到現在 我看他也沒什麼改變 好 那九月初全代會 因為國民黨提出來改革版本 根本沒有這個怎麼辦 沒有 這個就會引發 引發黨內的所謂當年主流跟非族的鬥爭 台灣國民黨跟中國國民黨的競爭了 以江啟臣的去值與否作為一個起點 那開始鬥了